在农村干农活时 很容易就会看到 正好躲在农作物下面的蛇 但一般认识这种蛇的人 在见到它们的时候 都不会太过于惊慌害怕 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里菜花蛇 十里无毒蛇这句话 说的就是这种蛇 它的学名叫做王锦蛇 属于一种油蛇 至于为什么会有一个菜花蛇 这样接地气的名字 是因为它们的身上遍布了 和油菜花极为相似的花纹 满是红绿相间的斑点 若是静止不动乍一眼看过去 真的就像一片油菜花田 尤其是它们脑袋上 那个大大的王子 好像就是在告诉过路的其他蛇 它是蛇类之王一样 事实上 虽然本身确实没有毒性 但它们可能真的能担当得起 这个名号 它们的分布相当广泛 田地里到路边 灌木丛几乎无处不在 我国的各个地区 都有它们的身影 它们个头普遍不小 大多都在两米以上 而成年状态下 体重则能达到 五千克到十千克之间 菜花蛇可以说是 除了蟒蛇之外 最大的一种蛇了 虽说本身无毒 但其实它们的脾气并不好 甚至可以说一场凶猛 它们的食物和大多数的蛇类似 就是一些老鼠 青蛙 还有一些鸟类 偶尔也会吃一些 鸡鸭之类的家禽 只要有猎物靠近它们的附近 就会以最快的速度 做出反应 将这些猎物吃掉 一里菜花蛇 十里无毒蛇 菜花蛇无毒 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虽说菜花蛇的性情 较为凶猛 但即便如此 它到底是一种无毒蛇 那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蛇呢 为什么总在村子里出现 这就不得不说 它们的凶猛的性情和捕食手段了 事实上 它们经常出没的地点 大多是农户的家里 或者是村子周围的地方 这得益于它们的捕食习惯 在农村它们的主要食物 其实就是老鼠 而老鼠最喜欢待着的地方 就是粮仓或是农户的家中 因为捕猎的需求 它们就会跟着进入到人类的家中 可能很多人认为它们没有毒性 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它们厉害不到哪去 这可就大错特错了 它们若是被惹怒了 发起火来要比一些剧毒的毒蛇 还要严重 遇到危险或是遇到敌人 它们就会立马挡起自己的脑袋来 就像眼镜蛇那样来震慑对方 并且一旦发起攻击时 它们的速度相当快 一般的小动物基本来不及反应 就成为了盘中餐 因为牙齿非常锋利 所以它们一旦咬中猎物 就不会轻易放开 甚至还会用自己的身子 将猎物紧紧地缠绕住 用力挤牙 所以很多被菜花蛇袭击的动物 可能直到口鼻都被挤牙出血 它们才有松开的打算 之后就会从头将它们慢慢吞下去 虽说菜花蛇确实比较凶猛 难道真的要比眼镜蛇之类的剧毒毒蛇还厉害 它们为什么能被称为百蛇之王 一里菜花蛇 十里无毒蛇 这句话的意思是 若是在一里地内看到它们的身影 那么十里地之内是不会有毒蛇出现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首先要说的就是它们的体型 虽说它们确实没有毒性 但因为体型很大 所以一般的蛇只要看到它们就会觉得害怕 虽然它们的个头很大 但伸手却相当敏捷 遇到危险时 是会主动发起攻击的 除此之外 若是你在野外或者房间中 闻到了一股恶臭味 那么可能它们就在附近 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上自带一股恶臭味 所以这个味道就像是 带给其他蛇类的警告一般 若是靠近可能会有危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们的自身携带着抗毒的能力 一些常见的毒蛇 它们的蛇毒 对于它们来说基本上起不到作用 所以即使即便是在打斗中被它们咬伤 也是完全可以自我免疫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鳞片相当厚实 还很坚硬 这意味着其他毒蛇的毒牙 根本咬不穿它们 但其实在打斗中 其他的蛇也没有能咬到它们的机会 毕竟它们的速度可是数一数二的快 不过一些非常剧毒的毒蛇 菜花蛇一般也是不会随意招惹的 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 确实有些得不偿失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